那天就是看完庭之后 我就是打了个出租车走 然后他就开着车跟着我 他就是把车停在路边了 脚下车窗里跟我说 他说你挺横呀 你敢告我呗 你当心路火 你小心有人拍你 你小心有人背后捅你几刀 他的意思就是不让我回去 要把我扣下 是经常遇到这样的威胁的 刚开始也是非常怕的 你好 欢迎收听故事FM 我是艾哲 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 讲述你的故事 每周一三五咱们不见不散 你刚才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密封怀泽 而那个威胁他的人 来自于被他起诉的某个食品厂家 怀泽和不少食品厂家都结过仇 因为他的主要工作 就是购买违规生产的产品 然后通过举报起诉的方式 让商家成倍的赔钱 他的职业叫做食品打假人 打假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随着市场经济的起步 假冒伪劣产品集中涌现 打假人就应运而生了 打假人以消费者的身份 指甲买甲赚取赔偿 现在提到打假人 人们对他们评价各有不同 有些人觉得他们非常正义 值得尊敬 有些人却把他们和敲诈 勒索联系在一起 怀泽对打假人的看法 也经过了180度的大转折 就在三年前 他的主要工作 正是专门对付这群打假人 我是密封怀泽 今年32岁 毕业于南方某大学的食品工程专业 学位是硕士 我从2016年进入食品行业 职称是食品研发工程师 然后也是在厂里处理一些反打假的事 当时是 我们就觉得这些怎么会被打假来呢 他们走在路上不怕遭雷批吗 很就是厌烦 不堪其劳 当时这群打假人被叫做吃货或者是苍蝇 他们通常的操作是 先买下几包完好的产品 故意做点手脚 再投诉到商家 说你们商产的东西有问题 要求商家赔钱 一般都是在几百块钱左右 这些人会从大型商超下手 因为这里小票齐全 可以当作证据使用 而且超市会倒逼厂商尽快解决问题 因此苍蝇可以更快地拿到赔款 刚进公司 怀泽就常常接到苍蝇打来的投诉电话 吃货也就是苍蝇的 就是干着最恶心的事 还恬不知耻 但是什么呢 人数众多 买了这个食品之后 先拿个针 扎上眼 投入一根铁丝 还有的就是有牙签 钢丝球那个丝 最可气的是 有的人竟然不嫌恶心 放进去一只活蛆 他给我拍了个视频 我后来仔细看了看 我就问他 你这个蛆怎么会在动呢 这是个真空预包装的 真是如果我们高温杀菌 120度杀菌的话 他这个蛆会爆掉的 他说视频频率问题 然后就开始耍无赖 他主要目的是 要你的东西 有很多就是 在校大学生 或在校中专生 有的是专门打食品的 有的专门打3C数码产品 还有的是什么呢 假冒伪劣的是 鞋 衣服 他们就想 免费吃 免费穿 吃着不花钱的零食 他们有些人就是心里 很有满足感的 就叫占小便宜 我也总结出经验来了 你如果就是太客气了之后 他们就变本加厉 给了钱之后 也要训他们一顿 他们那一片就不敢再搞你了 为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的反打假之后 怀泽对这群打假人深恶痛绝 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一个打假人找上门来 这位打假人说话有理有据 怀泽也心平气和地和他引用各种法规 对方对怀泽非常佩服 问他想不想加入一个叫蜜蜂的打假团队 怀泽当时以为这个团队里都是苍蝇 他觉得这是去敌方卧底的好机会 就答应了 但当他真正进入蜜蜂团队之后 却发现这群人和他之前见过的打假人很不一样 他会那个说是 有一家店 咱们一起去打一下 我第一次参与打假的就是粉菜类的吧 粉菜我一说 其实大家都明白 因为咱们做试验 粉菜越减会变成红色吗 粉菜是减肥药里非常常见的违规添加物质 对肠道有不可逆的损伤 而且容易引起大肠的病变 他打这个的话 我们就跟着他呀 他会教你这个步骤 我们先是给他口头 其实是你这个东西我们检测出来了 还有违法添加 你这个的话 最好是马上撤电 因为他们也不听 老子不怕你 你能把我怎么着 把你们爱去告去告 那我们实在是讲不通了 那我们举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 可能过去给他一个处罚 把他产品全部查封了 还有的就是我们直接进行民事起诉 这也是比较零词的手段 因为一旦市场监督管理局 现在干脆局看了事大的话 他会移送公安局的 这个人有可能就逮进去了 跟蜜蜂团队接触久了 这些人跟我之前所接触的打假人 是不一样的 之前的打假人说句难听的话 就是在那讹你 但是我所接触的这些打假人 他无论是对 有些是对法律非常精通的 有的是对这个化妆品行业 干过好多年的 视频行业的话 各种术语什么的 都是能够交流的上来的 我接触的第一个蜜蜂 是一个湖北的小哥 比我年轻 他是司法专业的 我记得当时 当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是 我下了班之后 聊了接近是 从五点半 聊到接近十点 都没吃饭 后来越聊越投机 我就会有一个疑问 你为什么要打假呢 他说的一句话 我到现在都非常难忘 他说是 我们要做行业的吹哨人 国家政府人员 他有时有些黑暗的地带 他有可能监控不到 然后我们给他掀开一个角 也就是吹一下哨子 怀泽这才知道 打假人并不只有苍蝇 还有另外两个级别的人群 分别是蚂蚁和蜜蜂 蚂蚁的人数也很多 但他们不像苍蝇那样 只占小便宜 而是完全靠打假来赚钱养家 他们瞄准的是真正的问题产品 会到法院去起诉 来获得上千上万元的赔偿 因为根据食品安全法 生产或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需要按照十倍金额赔偿给消费者 蚂蚁之上就是蜜蜂了 蜜蜂人数最少 蜜蜂团队大部分都是在坚持打假 所以他们比蚂蚁多了一份理想主义色彩 他们也以大金额的案子为主 但专门针对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的产品 在拿到赔偿之后 会坚持让有毒有害的产品从市场上消失 在蜜蜂团队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怀泽改变了对打假人的狭隘的认识 他觉得做一个蜜蜂这样的打假人 既能赚钱又能惩戒行业当中的不法分子 值得长久做下去 于是在2018年的5月份 怀泽正式加入蜜蜂团队 成为了一名兼职打假人 现在就是看到食品的阴暗面是太多了 这里边藏无纳垢 从一开始学识食品行业 我们导师曾经说过一个话 就是食品行业的阴暗面都是钱罐子的 你就想一下 为什么拼多多上的芝麻油 为什么比芝麻还便宜呢 因为它是勾兑的嘛 三分之一的芝麻油 反正各种油一勾兑 口感还非常的纯和 再说一个比较常见的 就是各种火锅底料 米线底料 里边会加阴素壳的成分的 它是有成瘾性的 花瘤士气 这个用的太多了 你能想到白糖里头加吗 蜜饯 辣椒 银耳 干果 龙眼 各种菜类都是可能加二氧化硫的 这种在食品行业是非常常见的 尤其是小企业 大企业假冒伪劣是非常多的 口味王槟榔听说过吗 口味王这个除了他官方旗舰店之外 全是假的 你可以看一下他们评论 有些人从淘宝上 他说为什么你们家的口味王病 会有一股脚牙子味呢 因为他需要鲁制均匀嘛 有的是在这个池子里 他用去脚去踩 过程是非常恶心的 这个食品行业的话 怎么说呢 你要想赚钱的话 只要是把良心丢掉的话 也是来钱很快的 利率越高的行业 它踩雷是越高的 你像那个壮阳类 风胸类 美白类 减肥类 因为既有利率高 有些不法之徒 有些奸商 他才敢去冒险的 壮阳行业 它也是一个暴力的行业 而且是一个刚需的 壮阳类的东西 其实这些老男人 就是我们这种中年以上的男人都会交流的 2020年 是应该是5月份左右吧 我们偶然间在我们的群里 我当时是说了一句 我说是临到中年 然后这个力不从心 然后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好哥们 他跟我说 你看看我这个东西 今天送你一片 你尝一下 是好不好用 推个淘宝电链接 这个传起来是非常快的 什么 苏孝一夜七次郎 金枪不倒 一炷晴天 你一看这个包装 你就知道它是假的 为什么呢 这个是牵扯性隐晦的 然后这个商标会不会给他批下来的 他们一般都是从印度 进原料药 西地纳菲 塔达拉菲 西地纳菲就是伟格的主要成分 你像那个咱们国家正常生产的 西地纳菲 塔达拉菲 都是经过是厂家检验了 有正常的浓度 是不会对人产生危害的 而那些野路子来的 印度来的 它有可能P与P之间的浓度都不一样 如果就是心脏病人吃了之后 很有可能会我们叫马上风 死在性爱中 这个女的打假人是不可能去打的 因为都男的打 男的打的话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自己吃上一片 但是我要求徒弟的话 没有对象的就千万不要试了 防止犯错误 有对象的话 不在家里的话 那也不要试了 也容易犯错误 我们当时是一共三个人打的 我买了三盒 是1680块钱的 我亲自实验了 它是非常强的 让你就是整个人都是感受到 比年轻时那种力量 还年轻的感觉 然后我就送砸了 检测还有他的拉菲 应该没记错的话 是6.39克每公斤的 正常标准是不得检出 检测出一微克来 它也是违规的 然后我们是个子都浪了一部分 然后给他说教 说你这个东西 你离坐牢不远了 他当时也全部都下架了 店铺也关掉了 打这种有毒有害的 是成就感非常深了 但是有时候 确实是力不从心 特别累的之后 还是很怀念这个药的 不仅是小说放会出问题 有的时候 大厂家为了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也会冒着风险违规操作 比如怀泽之前提到的二眼化流 就经常被加入我们常吃的东西里面 遇上这种大厂家 密封团队也会非常头疼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确实斗不过权势和金钱 这个的话是从枸杞说起 因为是我们密封团队 是有中年来的 反正我都一个大哥吧 也是就是 能到中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泡枸杞 他当时带群里给我说 为什么我买了一个大牌子的 这大牌子就不说了 是淘宝旗舰店里的 是三个字的评称 最后一个字是香 他说是 他这个喝了之后 然后有点心慌 然后没有枸杞味 但是枸杞是很好看的 当时他就是用这个 二氧化流的快检 试剂检测的二氧化流 也就是俗称的硫磺 硫磺容易造成肝性损伤 食道损伤 呼吸道损伤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容易增加患癌几率 而且容易造成胎儿畸形 国家允许是100毫克的 他那时检测的 我记得到了400毫克的 是个很可笑的事 有没有听说有些人 这个枸杞很好啊 这个什么什么很好啊 吃了之后上火 嗓子都哑了 补得流鼻血啊 有可能这个东西是 确实是很薄 还有可能是 它二氧化流加多了 刺激的嗓子哑了 流开鼻血了 当时检测完枸杞 又赠了一包玫瑰花茶 又把玫瑰花茶检测了 才知道这个玫瑰花茶 比那枸杞还厉害呢 玫瑰花茶 所含有二氧化流的比例 有多少呢 我预计应该是在60%以上 就是所有电商的60% 这个硫磺熏的东西 不限于玫瑰花茶 你像中药材 黄旗啦 当归啦 党生啦 都是有熏流的可能性 为什么要熏二氧化流呢 第一个是品相 大家可以想一下 沾下来的玫瑰花 你把它晒干了 会有一种类似枯败的现象 而你买的玫瑰花茶 非常的鲜艳 是基于这二氧化流 它具有保护原色的一个作用 另外一个含有什么呢 防腐 防虫 厂家收来之后 它是光看好不好看的 你如果颜色好看 然后它们就能是作为一级品 给你一个单独的定价 你如果不寻止二氧化流 你的花就是残花败柳的种样子的 然后它可能作为二级品 两家同样的药农 一家一级品一家二级品 有可能今年收入就相差万数块钱 这万数块钱对一个花农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形成了一种风俗 你家熏一小时 我熏两小时 你熏两小时 我熏它一晚上 怎么说呢 大厂如果它要不要良心了 也能出事 人家做大了之后就有嚣张的资本 你像这种大型的 那个旗舰店什么的 他们的律师太厉害了 当时检测完枸杞 马上把它起诉了 然后他们就在那里争辩 他说他们是 他们所收购的地区 空气环境不行 土壤质量不行 是从那土地中带露了一些二氧化流元素 其实纯是扯淡 土中是没有二氧化流的 你只要是证据率有一点漏洞 他就是往死里怼你 我们就叫他流氓律师 法院都怕他们那种 我们蜜蜂团队的那个律师 确实是都不过他的 枸杞和花茶没有被成功的下架 但是蜜蜂团队一直在跟进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从商家那里买几包 检测是否还有二氧化流 怀泽也建议大家自行从网上购买二氧化流检测实际 只要20分钟就可以在家里完成检测 如果真的含有二氧化流 就可以把产品退回去 或者是举报给市场监督管理局 除了违规添加食品添加剂 还有更胆大的商家 敢直接添加完全不可实用的工业物质 去年蜜蜂团队就遇到这样一起重大的恶性添加事件 用怀泽的话来说 这是只有狠人才做得出来的 这个事是在2020年8月份 我徒弟爷爷过生日 他们那边的风俗是 请全村人吃饭 要吃长寿面 当时是买的是碱水面的 碱水面的其中一个品类 竹生面 碱水面是福建和广东 香港地区比较常吃的一种面 我徒弟吃了 还有几个村民吃了之后 呕吐还有腹泻 后来他问到我 我一看上边写着是保质期90天 我一下子意识到了 因为我们知道做这个面制品 你只是在冷冻的条件下 它也不可能达到90天 不发生年年 它这个肯定加了某类物质 当时我是因为食品专业的 我很久之前听我导师说过 广东那边这些面里边有加硅酸钠的习惯 它为的是延长保质期增加类性 增加丘坛感 硅酸钠是一种工业添加物质 平时会在水泥中 会在钢筋会凝土中添加硅酸钠 就跟油气一样 没有人会把油气加到食品中去吧 硅酸钠吃多了 会对肝肾有损伤的 会对小孩的发育 产生一个不可逆的影响 怀泽和土地检测发现 果然每包都含有硅酸钠 他们又从不同商家那里购买了碱水面 发现除了极个别的以外 竟然都含有硅酸钠 他们意识到 这可能已经成为了行业默认的做法 蜜蜂团队立刻进行了起诉 但这一次他们心里也没有底 因为硅酸钠并没有被纳入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是全国都要强制执行的一套标准 他明确列出了食品里可以加哪些东西 以及这些东西分别要怎么检测 而像硅酸钠这种没有被列入的物质 他的官方检测方法是空白的 这意味着 怀泽他们自己检测硅酸钠的方法是不算数的 即使白纸黑字验出来里面有硅酸钠 法院也没法判定对方违规 这样的案件不是个例 在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名单之外 存在着大量无法检测的物质 他们很难被监管 只能等待重大的事件爆出 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 2008年三鹿奶粉在收购牛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 奶浓为了增加牛奶的粘稠度 在牛奶当中添加了工业原料三聚氰胺 导致很多喝了三鹿奶粉的婴儿患上了肾结石 三聚氰胺和怀泽提到的硅酸钠一样 在当时也没有官方的检测方法 但万幸的是 因为媒体的曝光力度大 国家临时出台了一个实验室检测方法 才在法律上补上了这一环 完成了对三鹿的追责 和三鹿事件相比 碱水面当中硅酸钠的超标量 是当年三聚氰胺的三倍之多 为了在法庭上扳倒对方 密封团队谨慎地设计了检测方法 既然没法直接检测硅酸钠 那就只好绕个弯 先检测有国标检测方法的硅元素 然后通过各种化学室 推导出面条里含有硅酸钠 他们拿着这个严密的证明去了法庭 当时我们当时在告的时候 他们那边是怎么着呢 挨住我们这一点 这不是国标 我们是当时给他举的很多例子 像三局氰胺的例子了 他这个化学室是怎么推出来的呀 我们是用了什么检测方法呀 然后我们讲了一通 我们发现法官跟数据员 在那瞪着眼睛 听不懂 我就问了一句 你们都明白是吧 法官 他说你说的是什么呀 然后他当时说是 我也实在是听不懂 你们不行 司法鉴定吧 当时检测费用是 我没记错是五千多块钱 当时我就拿上了 法院开始出公告 找检测公司 没有敢接的 五千块钱也不少了 但是这是检测公司 他们都很明白 没有检测国标 实验室方法 是没有任何依据可来的 所以僵射在这了 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现在他们加硅酸呢 一般是十比一的比例加 也就是十斤面加一斤硅酸呢 这个的话 其实已经是很高了 但是他要是加到二分之一 一半水 一半硅酸呢 你就是明眼看到了 他这是里边是 有那个蓝布垃圾的东西 硅酸呢是蓝色的啊 但他就说我这是蓝色的面 然后你真是没办法证明 你露眼看到的是不能作为证据的 法庭上市场建筑官员 现在只认证据的 我们只能是 还有一条途径 去找 食品领域的专家 进行解释 进行制证 我曾经找过我的导师 我导师不想谈这事 现在我弄到 我也不理我导师了 我们又联系几个大学教授 大学教授要价太高 而且他说 他说是这个东西的话 你即使证明了又能怎样呢 证明了之后 你们也是 也是改变不了这个行业的 我就咬住不放松 我们的蜜蜂团队的 目的是很简单 很有可能我们就输了 输了就输了吧 但是我们又想了想 还是有一条途径的 那又是曝光的 曝光了之后 大家可以是注意一下 还有那些不法奸商 我们蜜蜂团队 也已经盯上你们了 如果你们不去改进的话 我们也一定会维权到底 除了法庭上的磕磕绊绊 怀泽更常面对的是来自人的威胁 他和各种各样的商家都打过交道 有些人能及时地迷途知法 但更多的人则是一意孤行 不但不听劝道 还会对怀泽百般的威胁 最痛心的话 就是有些人 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你给他讲法规 讲道理 给他苦口婆心地 普及这些法律知识 而他在时刻地骂着你 说你懂什么 天下秤色胆大的 饿色点小的 你给我等着 什么什么 还要打击报复我们 这时候我们是很痛心的 18年下半年就有威胁我的了 是东北那边的 应该是一个中年妇女 就是用他们东北话说的 你这家伙找销啊 你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 我找人伴你知道吗 你最好给我撤诉 并且向我道歉 说一声姐姐我错了 我就把这个人 举报到检察院去了 那边检察院 对他进行了批捕 他来跟我和解 我就跟他说一句 你当时为什么那么横呢 你不要削我吗 我刀都准备好了 你快来削我呀 他说对不起啊老弟 我不是存心的 要不然他就是开始客套了 其实最多的威胁 就是在法院里 因为这是被告和原告 见面的时间嘛 在法庭上一般他不会 但是出法庭的时候 他就会主动靠到你身边 我就遇到我一个 当时是被告所在地 起诉的嘛 然后开完庭之后 我就是那个 就是打了个出租车走嘛 然后他就开着车跟着我嘛 反正是我这人是不大怕事 我就在马路边等着他 他就是把车停在路边了 脚下车窗来跟我说 他说你挺横呀 你敢告我没 他的意思就是不让我回去 要把我扣下 我当时我火上来了 我说好啊 我打个扫灰除恶 你给我把这话再说一遍 然后他就骂骂咧咧的指着我 用他们当地的方言 在那骂骂咧咧的骂着我 我就再打了个车 然后我就是当天也没回旅馆 我就直接到了火车站 拿到票 直接去了售票大厅 到了售票大厅 我就知道我安全了 他不可能在售票大厅里 找人对付我的 其实敢干的 都是潮山那边的 你去开个亭的话 把真正能够被别人捅上两刀 我们只要是看到 它是潮山地区的 我们就退款退货 就直接什么呢 我们大家也在 不及自己生命安全吧 面对食品行业的参思现状 怀泽仍然在坚持 用打假的方法去抗衡 他建议大家 作为消费者 还是尽量购买 大企业生产的产品 因为相对来说 大企业的违规成本更高 而且充足的资金 让他们能够负担得起 先进的管理体系 保证每个批次的产品 都有同等的质量 在网上购物的时候 也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旗舰店 不要图小便宜 对于未来 怀泽还是抱着乐观的心态 我是想的是这么想的 既然现在自己也算是蜜蜂团队的一员 我们就是想的是 共同把这个蜜蜂团队壮大了 我们就是有那个 基本的就是收入了 能够满足我们家庭生活需要 我们可能就是 有以前的兼职 全部卷到正值的来 那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公益性质 我们希望更多行业 更多食品品类 保健品品类 化妆品品类 这些人参加到避风团队来 我收了很多徒弟 现在是接近二十几个吧 也都是挑选过的 他们也都是在我的影响下 有一定的正义感 以前有可能是些吃货的 吃货大家来 有些是在蚂蚁干蚂蚁的 然后逐渐的话 就是向我们蜜蜂这边靠拢了 我就是也跟他们都说 这个食品的食 就是能加粮嘛 就是只有这个能有良心 才能去干这个食品的 如果没有良心的话 他就不配做一个食品来的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侵略者次出的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主播艾哲 本期节目由周子舒制作 声音设计桑权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